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有这个因为台北尤其是北部啊 对因为放假这个像国家民族对不起的这个也有 看起来这个未来重要的输运期间遭逢台风的影响 也会要启动一些我们常常听的耳朵里面很熟悉的 什么这个应变计划 应变启动计划 名词很多 可是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台风来了我就不开车 我就不发车 这摆明就是这个吧 那你你来看这个空运路运或者是路运 这个这个包括铁路公路的调度 还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我们一般民众 像我们这种啊 我们去理解的 我们理解了以后呢 就不会不做傻蛋了 等你的计划那就很惨了 大纯你看啊 这个这个民怨真是很大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避免的啊 那呃 我我其实这几天接受好几位好几个媒体访问啊 那常在这个社团跟相关的这个 呃像脸书上面了 都很多讨论 那当然呃这个有好几位都呃 呃非常这个 这个 赞配跟同情我们台铁 抢通啊 就是整个台风来袭之后的路段的抢通 辛勤的工作 然后他们要值班 因为我们也有这个这个台风警报 发布海上就要成立所谓紧急应变中心嘛 从内政部啊 一直到各县市政府 那那那当然交通单位是必定的 尤其这个铁路公路啊 都在交通部下面 那我们高铁那虽然是透过BOT 然后是民间的这个企业 当然准备要公营了 公家公司啊 那那那所以整个交通部 自然他就必须要有周延的思考 那我我我在不同的这个媒体也提到 其实呃过去交通部 当然他是以交通安全的角度啊 运输安全的角度 比如讲像台风 如果你超过十几以上的风 就是每小时九十公里啊 相当于高速 十几以上的风的风数是每小时九十公里 哎呀九十公里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去停驶 就是完全不能去行驶啊 那你低于九十公里每小时 就低十级的风啊 他还有在做分类啊 比如说八级九级 你可以运用低速来行驶啊 比如说我们铁路 如果原来像高速铁路是350公里啊 每小时 那我们的设计速度都可以到350公里啊 是 那你现在铁路的350公里 他就没办法这个行驶 他必须要停驶 要不然他发生这个危险 那同样的公路客运也是一样 我先打个差 你刚刚说这个高铁是350公里时速吗 对 他一样是在十级峰的时候要停驶 要停驶 那他八九级峰还是没问题 那不同的国家 像我们国家是他可以用低速 比如说是120公里 高铁变台铁的速度 那台铁也是这样 就是铁路的运输 那台铁还维持 那还要看地方 像那个五阳高架 公路客运 你那个侧向峰 这个大到一种程度 他根本就没法承受到 对他可能把车子吹下来了 对 像飞机也是一样 飞机若你侧向峰超过15海里 那我可以乘一下 15海里乘上1.5多 那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也必须要 这个 他就没法降落 所以你看我们机场 为什么有时候有不同的跑道 而且方向不太一样 他就是有一个经过合理测算的过程 那飞机所能够承受的侧向峰 没有多少 没有 因为它的速度更快 它飞行的速度 它降落的速度也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它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谈的 固然你为了交通安全的角度 我们宣布 根据气象预报 下午3点以后 这个风速会高达这个时级 那当然交通单位就宣布停驶 是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大臣你知道这次碰到台风 因为又碰到这个廉价的这个收价 因为大家一定归心事件 那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那既然我原来就有一个 长假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下午的这个输运计划 对不对 那要碰到台风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宣布3点要停时的同时 我同时宣布 我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 我有新的输运计划 我增加这个班次 是 我调派各种可能可以运用的这个车辆 不管是西部走廊 靠高铁 长途现在已经靠高铁了 那你东部走廊 你从这个台东开始 你就往花莲 对不对 往这个宜兰罗东 是 提供这个尽可能的 这个输运 因为大学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台湾这个沉乡的这个差距 就业的机会 这个长假 这个大家返乡 这个输运 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当然我们经济院会 包括我们经济部 包括这个国发会 都在思考 怎么样 什么乡乡有这个产业 增加就业机会 这不可能的 就是长途越过 也许两百公里 五十三百公里 回家 甚至可能还更长 你绕的弯更大一点的话 这个已经是常态了 越是发达 越是会出现这种 抑郁就业 在他乡就业 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输运计划的 这就看起来 它不能够因应给每一个人 但是可以更灵活的 在不同的地点 交叉长短 这个来运输 而且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 来从事运输 这个你可以解释一下 大臣我刚刚谈这样子 就是说 你在午后 比如我们讲 他这个 三点钟 我显示这个输运计划 28号 对 这个比如说森林铁路停驶 那高铁三点以后停驶 那这个台铁也是 那分什么东湾 这个西部走廊 那我谈的意思就是说 你7点到12点 我可以把我的输运计划 在这时候展现 那当时你讲的没有错 因为我们从这个台东 到这个 比如讲 像我们常常跟朋友 我们是开车 四个人 这个共乘 你弄大个子 你四个人坐一辆车 现在这个没问题吧 高层载 高层载 那我们到罗东 再从罗东坐台铁 那到这个台东 花莲 那或者我坐这个国道客运 那 你把车停在罗东吗 对 人就把汽车而走 对 就停在那边 或者我就坐国道客运 你也不管是哥马兰首都 对不对 那个国光 它都提供非常方便的 我国光客运到这个 这个宜兰 宜兰先有三个客运转运站了 是 一转运下来 它有很好的这个输运 那我再换乘台铁 因为我如果走台9号 自己开车 从这个罗东到台东 到花莲 不得了 那个时间 那我就 自己来规划这种转运 那同样的 大叔你想想看 我们自己会寻求最好的路线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资讯 对不对 通常你的输运计划来的时候 因为你要因应更多的人潮 可是你有限的这个车辆 不见得能够及时运到东部 我以东部为例了 来输运 换句话讲说 如果你真的开一步 比如讲举光号 自强号也好 你从台东出发 经过花莲 到罗东 宜兰 宜兰罗东 然后再回台北的话 那这个时间 这个车子 它就只能在输运计划里面 开这么一短程了 我不要说一短程 就开这么一次了 是 可是我如果让 有限的这个车辆 它就提供台东 花莲到罗东 它就往返在那边 在罗东到台东之间 之间 那这个车辆就可以有效的 把台东跟花莲的人 输运到宜兰或罗东 那我在用罗东 再从罗东转运站 或者这个车站 那个 因为罗东转运站 它跟这个 国道跟这个台铁 就在一起的 也就利用这些 包括国道 台铁 这些 能够有转运设施 能力的这个站 作为一个分割点 我们连运 之后 就是从北部跟北部 到了宜兰 宜兰再到台东 我们连运 至少它不会 挤在拥挤的台东车站 或者其他相关的这种小站 因为那些车站 它的这个展运能量 本来就有限 所以那你让大家涌入 但是你看我们在节目上也谈过 大数据的应用 对不对 其实现在那种长途的客运 我们趁客早就已经买票了 或者预定了 你调台铁 高铁的这些动态资讯 购票资讯 你就知道这些乘客在哪里 要从哪里回到北部 那起期天有了 时间有了 那我们配合书运计划 透过更好的宣传 那我让民众很从容的 虽然它是一个紧急的书运计划 那它有充分的资讯 也就是这样你能够利用这些大数据的资料 这并不是什么应变 这应该是一个常态的活泼的 也就是活化了的交通计划 对 那从这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交通部门 或者行政员一直在 因为院长他本身就是交通专家 他就是运势管理的专家 所以他一直在呼吁 你看现在我都理解 行政员副院长张探正 他就是主导在交通 大数据应用创新服务 你看那这个就是马上可以运用 那我透过这个分析 我就知道从哪里调派 什么样的车 那怎么样结合路空 结合路 这个铁路跟公路 铁空连运 然后这个动员相关的车辆 毕竟这些人他从台东到花莲 如果及时快点到达这个宜兰的话 那他就可以更有多的选择 可以回到这个北部 但是这一次的杜鹃台风 比起上一回苏迪勒 好像台风的灾情还严重一点 而且受损的交通的运输的设备 也比较多 我们还很难想象 日后会不会有比杜鹃更严重危害 特别是在交通运输设施的损失上 更严重那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准备 心理的准备 还是我们现在得有很多车站 我看都得重新搞一下来 对 所以有一个这个分析就是说 怎么样来思考 从预防的角度 那就是如果这个因为气候变迁 这个所有这个瞬间的降雨 那台风的强度 那显然是真大 一次比一次大 那所以怎么样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增强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们有更多的应变计划 我们有更多可能的选择 这个是政府他要去思考 不管在运输工具的种类 疏散的路径 跟可能的这个选择上面 那这个是变成一个国家 这是现在国家这个安全问题了 对 我前不久 包括还有整整一年以前 我分别两次到台东 我就注意到台东的火车站 因为普悠马号都会停的 这已经不服使用 也就是说 光是这一年之中的两次去 一头一尾两次去 差别就很明显 而且更何况台东 还是经常会有台风登陆的地方 而且从来没有听说 在台东这样的一个车站 是因为它是后山 而且是偏远的后山 根本没有听说过 有任何对于这个车站 要怎么样扩建 或者要防范 对于台风 要有一些怎么样的阴影 没有 它跟其他各地的火车站都差不多 这个很奇怪 你不觉得 其实台东在过去 大概六七年时间 我们所谓铁路电系化的完整 环岛 事实上已经开通了 所以他能够 那时候叶部长在任内的时候 打通所谓最后这一里 电系化 然后再来双轨化 另外还有一个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南回 从台东到高雄 这一段 穿过 所以他不管是往北或往南 事实上 我想讲多重可能的选择 因应气候变迁带来的 瞬间的这种 不管风或雨 带来的损伤 我们要去思考的 还有一个 如果在地 他真的说 没法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怎么让利用在地的资源 让我们滞留在那边的旅客 他有很好的保障 这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毕竟当交通设施受到阻断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其他的应变计划 下雨天流客 天流 天流我不 飞流不可了 那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 通通看交通 单元台大土木戏 张学孔教授在我们的现场 学孔 我刚刚听你这么分析 大致上 大概就知道 这一次中秋节搞的 旅运大乱 根本上是这样 台风呢 我们本来有应变计划 如果按照应变计划来 也没事 放假呢 有输运计划 按照输运计划来 大家也就返乡了 也就回来了 麻烦的就是台风加上 这个 返乡 加上这个 这个放假 他就惨了 他两个中间 从前没有人想过嘛 也不会说只在 只在平常日子 才来台风嘛 应该也可以想到说 万一在旅客输运 非常吃紧的状态之下 来了个台风 那应变 再加上特殊输运 这个就 就引起了这个 非常严重的 这个心理上的恐慌 是 这个就是 我们政府的这个作为 跟这个民众的这个行为 跟他的这个 期盼的这个 达到的这个目的 有很大的落差 这显现出来是这样子 是 因为民众他 凌驾 那我干脆 既然你下午要 封闭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中午就奖票了 我就赶快 要回家 对不对 大家思考是这样子 那 所以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思考 应用这个行为上 应该做的这个 转变 所以 大臣我们刚刚讲 这个台铁 上高铁也是同时 同样是这样 因为高铁他也是宣布三年以后 这个停停停时 是 那结果一大批民众这个 涌到这个车站 大家都想早点回家 因为 与其等候台风 而且这个 放假这个宣布还不确定 所以那我就 各县市这个放假的这个 这个标准 或者他的决策 时间不太一样 就是他就当然一股劲 就是到高铁车站 想要买一张票 对 就高铁在十一点又宣布说 这个停售这个自由席 是 因为他发现有太多人潮了 因为你太多人潮 站立 因为自由席越来越多 更没地方坐 他就要开放其他的这个车厢 按照高铁的政策是这样 可是你开放其他车厢也不够 来这个这个因应 那估计到这个乘客的安全 输入的能量 他当然要做这个宣布 是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试想 如果你刚刚讲的书运 原来是中午以后的 他放在当作是紧急应变 从早上七点就开始 那民众会理解 那他这个也不难吧 不难 脑子拐个弯就行了 那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这个大数据 我们常常讲 这大数据不是喊口号了 是真的他能够帮忙政府 我觉得要答三样事情 你拿这三样事情就能反映到这个计划 大数据第一个就是有更好的服务 我为民众产生最好更好的服务 因为我掌握他的起气点 掌握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 第二个我让营运更有效率 业者他也需要这种大数据 他也知道怎么来派车 怎么调度 我让他更有效率 成本能够降低 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让决策品质更好 我们不能说官员转不过来玩 或者说他不了解 但是他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资讯 让他在整合面做一个好的决策 那我现在如果有更完充分的资讯提供出来 他就能够试试按照时空的差异 按照不同运势工具的特性 其实做官员也没什么了 他就把自己想象成要回家的那个人 你把他自己想象成背成两个大包袱 要准备到台东的人 这就是以民为本 对了 或者说苦民所苦 不是就是这个吗 这个完全是这样 那你用更多的资讯 你就可以很有信心说 那我来让做是对的 是 好吧我们这个行政院院长都宣布 要有大数据提供创新服务 是 那拭目以待 到目前为止 根据你所接触的这些个面向 我们除了三个字大数据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目标 就是创新服务 这七个字怎么结合起来 有方向跟有头目了吗 当然 大春 其实交通运输说穿了 过去以车为本 现在回到以人为本 乘客为中心 所以如果从这边来思维 你就会想到说 我们过去太多东西 是考虑车的本身 是 道路的本身 因为我们人是要从家出门 到目的地 到你工作地 就学就业地 到你这个父母亲家里 到你亲友家 到你观光景点 所以它就是一个门到门的概念 所以我任何一种运势工具 我没办法单独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所以大数据 如果从这样来思维 我就要让民众感受 我将来提供的服务 是照顾你从家里出门 那一刹那 到你进入你的办公室 进入你的观光景点 拜访你的父母亲 门到门 如果能做到这样一个资讯的提供 服务的提供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后面需要有太多太多 交通部需要努力的事情 也就是把每一根断掉的线 都把它接起来 你想到你的形容太好了 是不是 中间有很多空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那个空 空是从哪一点到哪里点 但是乘客也必须提供 他每一次要求服务的这个内容 这样的话 不一定他自己使用 将来某一些路线 或者是某一种规划 可以做得更繁密 并且更活泼一点 对 这也是从累积乘客的需求 提供在营运方面的效率的提升 你当你营运的效率提升 你自然成本会降低 而且我们民众整个负担 也会跟着降低 安全也提升 就是整个就是 整个是一体的 如果行政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也不只是交通部门的事情 那他还签到很多 法规上的这个修订 这个交通安全 他就签到内政部警政署 公共健康 又签到这个 这个卫生 对 那又签到环境 又是环保署 所以整个我来看这个课题 就是说 书运 不止书运本身 那我再加一段大春 那时候台北市不是要决定 要不要第二天再放假吗 对不对 是 他面临决策 甚至柯市长后来讲说 对不起国家民主的决策 其实我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你第二天 以气象报告结果 你的公共运输 还没法完成恢复 那过去我们放不放假 是在一个都会区 城市的角度来思考 我的民众 从我住家 到我工作地点 是不是安全 上课是不是安全 可是现在我们的民众 因为廉价 散步在全国各地 他是要全国各地安全的 回到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 所以这已经不是过去传统 上下班上下学 而且还有一点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 就是大家在高速工作上 比较被照顾到的 就是不要塞车 就是你要快点来回 交通要顺畅 可是你刚刚提到 基于台风所带来的变数 那这个国家民族 就很麻烦了 它是复杂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 在恢复它的设施 它的机具 或者它的耗制 或者其他种种的 这些设备 还包括路面 对的 这些清理 那看起来好像 还是的确需要时间 对 它确实要更广泛 来看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当初提供 事实上不满你讲 我作为一个台北市长顾问 我们提供就是完整的资讯 那我根据这个判断之后 事实上我真的是提供 我的建议 要紧速来宣布第二天 是不是要这个 这个再度的这个 这个停班停课 那基于这个 这个公共运输系统 还没有完善的角度 而且你的市民 大台北地区的市民 或者将来发生的南部 也是一样同样的课题 我们谈这个不只是 这个针对大台北地区 是整个台湾的角度 来思考的话 我觉得这个面上来思考 就已经 还真的是一个 真的需要紧急应变 综合各方面 就是多放一天 没有什么问题 国家民族也需要这一天 是吧 你 你就权衡嘛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策 是 但是我并不认为 他做的决策 是有多么大 也许是这样 就是他根本没想那么多 但是他最后 迫于乡民或者是网民的压力 决定说我们大家 还是多放半天 甚至多放这一天 没想到对了 是吧 没想到对了 可怕的是这个没想到 不是他对了还没有 台北FM98.1 News 98新闻台 今天礼拜四 通通看交通 访问的是 台大土木系的张学孔教授 学孔就有一个活动 我们在几 大概三次以前的节目 也就是大概快两个多月以前 曾经提到过 那就是全球自行车城市大会 这个全球自行车城市 也就是能够鼓励 骑这个自行车的 这个 看起来 这种城市 还是具备了某一种先进的象征 对不对 就要在台北举行了 对 那这个时间上是2月 明年2月26号到3月1号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 这个月底啊 这个 这个世界自行车联盟的主席 那他当时最早他也是这个 这个欧洲自行车联盟的这个主席 那 Memphrey Neum 他要来这个台湾 要共同跟我们台北市政府 召开一个国际的这个记者会 是 那 这个记者会就是要对外正式宣布 这个 怎么来筹划这个全球自行车城市大会 有哪些特色 是 那有哪些这个内容 那准备参与的这个对象 是 那更重要的是 但是你你不要那么印象 我们9月23号是无车日 对无车日 是 今年好像台北市没有办任何像过去 没有 没有 封街的活动 这个很奇怪 对吧 过去都有啊 我记得 这已经十多年了 对啊 那今年 我换了市长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波多叶杰益可以来 骑车都不要来 可以 我来下次试诚顾问会议来问问他 是吧 不过同同一天虽然没有办 那呃呃 台北市政府办了一个活动 也是在科市长领导之下 带着这个交通局局长 还有这个世界无车子创办人 嗯 然后Eric Britton教授 Briton 他们是干什么 他们骑到这个 呃 摄子岛 啊 那科领导也骑了 对 他圈材两个东西 一个当然就是明年二月的自行车这个城市大会 是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正要在决选的我们的十大自行车经典路线 对 我们也介绍过 对 那他就把那一个活动视为今年一个无车日活动的启动 那更重要是他在10月31号配合这个世界自行车联盟的主席 来台湾的时候 嗯 要 共同来 有一个齐称的这个活动 嗯 那所以我我会这样来看 我就是他是把他这两个活动摆在一块 是 一方面宣示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透过国际自行车联盟 来开召开这个国际这个记者会 嗯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有几个特色了 他说你知道这个自行车这个城市大会 他不像一般的学术这个研讨会 嗯 那当我是这个受委托来在自行车城市大会之前 办一个学术的研讨会 嗯 学界参加 是 可是从27号到3月1号 这几天的这个活动啊 他欢迎跟自行车相关的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人 嗯 来在这个自行车大会做报告 哦 我们刚刚审完这个这个投稿 这个这个我知道 就是这个多样化的 多样化 他他有这个两百 现在有两百篇这个稿件哦 嗯 那一百篇在亚洲 一百一百篇是在世界其他国家来的 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投稿 或者是哪些面向上可以参与这个这个学术活动 或者或应该讲说是一个发布活动 哦 我这已经宣布 这个半年时间增稿啊 嗯 那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增稿的结果 大家还蛮满意的 嗯 到下午 今天上午我还看了一个这个邮件 新加坡的这个陆路交通局啊 相当于我们这个交通部啊 是 来一个函说他们很想来参加 那那个他们要跟台北学这个U-bike 公共自行车 那我说对不起 这个这个期限已经过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很有希望来参加 你们可以组个代表团 我们会很欢迎邀请你 换句话讲 他是从产观学 企业啊 制造商 跟我们来商讨 怎么把一个城市转变成 更友善的使用自行车 更大量的 其实有一个心情应该要提醒 那就是跟上海办世博一样的心情 来办这个台北市的自行车城市 对不对 应该是要这个 是的 而且我们更要超越 嗯 因为你看 克文哲 这那些参加活动 这真的我非常不满的地方 看起来 好像是比较亲民跟质朴了 他也不管什么 他就穿着他的衬衫 骑了一较大车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一切是比较素朴从简 对 不必去打扮的像那个 的确了 可是接着他就说 我平常也不是这样骑的 我要骑我都会晚上偷偷来骑 你干嘛偷偷来骑呢 他现在公众人我 这很奇怪 偷偷来骑 不过当时你讲的这一点 从上海 我会这样认为 我们基础设施确实要投入的 要花资源的 产生陈述效果 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机会 别忘了明年 我们还有一个设计 世界设计之租 他就是应该要结合文创 都市发展 都市设计 从交通角度来看 其他科文中已经宣布 40米以上的市区道路 要拓宽 上面做自行车道 第一条已经在台大前面的 新城南路上开始施作 希望明年2月自行车 这个城市大会的时候 大家能够感受 另外我们也把相关的油城 把它串接起来 油力的油 就是把自行车 全国自行车 因为大村上有很多国家 国外来的代表 他在开会前一个礼拜就来 他说我要从台北 就骑到台中 这就更往南 上次他们会长来的时候 他下面一大堆干部 从台北骑到台中 三天中间串接小吃美食 文化古迹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样的东西串接起来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在利用这个时间来谈 主要是10月31号 有一个也有一个号召 全台北市市民 甚至其他这个县市政府 愿意来共襄盛举的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暖身的这个活动 据说整个活动里面还有 涉及到一个名词 我听起来蛮有趣 叫做友善商家 有500件 友善商家是什么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小吃吗 对太好了 这个友善就是要利用自行车路线 把这些商家公布出来 他可以这个商家 在电子地图上 或者是在特殊制作的 那个友善地图上 那现在已经号召 我相信到明年二月 会有更多的这个商家 而且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很棒的活动 就是游行 自行车游行 自行车游行 现在这个从台北市政府出发 往河滨 然后到原山上来 然后再开新生北路高架桥 骑上去 就是封闭的小汽车大客 然后从金山南路 然后再走转新银路 沿着新银路 再回到台北市政府 然后在那边办一个party 办一个这个 不管是民俗表演 这个小吃 这个自行车的展示 维修 还有维修 那一定要 可能就是现场就有需要的 对 然后驾驶文明 这个自行车文化 所以在那边会有一个多元的展示 所以我们真的期盼 它是一个市民共同参与的活动